第307章 他在联系谁 其实我明白 这就为什么会越想越乱 因为这里面有老烟的缠户 每一次想到老烟 我都会潜意识地绕过 所有的事情都会又变成一团乱麻了 所以我索性就放弃了 对于没有结果的事情 我只能选择放弃 可就在这时候 我听到身侧传来动静 是电台的声音 顿时我的耳朵都竖了起来 那是老烟的方向 他睡在我的旁边 但因为偏后面一点 所以他根本就看不到我 可能他以为我已经睡了 所以没有太在意 但他到底是稳住 电台声音想了不过一声 就被他挂断了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鬼鬼祟祟的起身 往林子里走去 而他之所以等这么一会儿 很有可能是因为想试探一下 我们是不是听到电台的声音 我轻轻地呼了口气 因为我觉得 我的胸腔都会炸开了 我一直猜测老烟有事情瞒着我们 而这一刻他的表现正是了 他所瞒不小 这让我几乎喘不过气了 上次有这种感觉 还是在长野古国 但那时候我不会觉得有什么 因为那时候 老烟对我们有所隐瞒 是人之常情 我们一群兵蛋子 本来和他就是两个事情 他隐瞒我们 一是怕我们退缩 二来也是为了国家机密 但现在不一样 现在我们这些人 都是他的生死之交 有什么是要和生死之交隐瞒的 我人的伤口都渗血了 才没有在他离开的一瞬间 跳下来扯住他之吻 而是在他走之后 猛然睁开双眼 然后无声无息地跟了上去 跟踪人这门绝活 我可以说从小就会了 第一个跟踪的人 自然是我的父亲 也就是那一次的跟踪 让我的一生都发生改变 所以就算老烟小心谨慎 但我还是有信心 不被发现的 老烟其实走得并不远 他一边走一边回头 那副心里有鬼的样子 让我看得就有火气 可我硬生生憋出了 因为我清楚地知道 如果我现在冲上去 老烟会有一百种借口 来敷衍我 所以要不就不拆穿 否则就得一击毙重 我偷偷摸摸地跟在身后 只见老烟找了一颗 诺大的灌木丛 蹲下 还小心翼翼地 往我这个方向瞄了一眼 吓得我立刻缩回身子 不过他应该是没有发现我 只是习惯性确定一下 有没有人 每一会儿他就收回了目光 我又往前走了一切 每一步都非常小心 生怕让老烟听见动静 走了大概三四步的样子 我就停出来 因为我听到电台响起的声音 然后老烟在叶子里 显得有些急迫的声音 传了过来 喂 杨师傅 情况怎么样 杨师傅 我脑中紧绷的神经 瞬间就断了 杨师傅 那个差点害死压载 还将威廉撤出来的死心 后来又因为一系列事情 让我怀疑他其实是刘涵秋的人 可现在老烟却在和他通话 怀疑是一件事情 可当这个怀疑被证实的时候 又是另一件事情了 我顿时觉得脑袋气血上涌 出发以来一系列的怪事 一瞬间涌入脑海 让我脑袋发疼 树枝被踩断的声音传来 我惊了一跳 原来是我太激动 一时没注意脚下 竟裁断了一根鼠枝 谁 老烟反应很快 我听到他低声和电台那边 解释了一句 然后瞬间站了起来 如鹰的视线 瞬间就定格在我的身上 随后变成惊恶 惨 其实我能躲开的 但是我不想躲 我不知道躲有什么意义 因为我跟来 就是为抓住他的疑点 然后戳破的 可这一瞬间 所有的质问的话 我都说不出口 我就这么看着他 班上 乐乐地回了一句 是我 老烟惊恶的表情 来得快 去得也快 等他回过神来 只冷冷地说 大半夜的不睡觉 跑这儿来干什么 我被他贼喊猪贼的语气 差点气笑了 老烟 这话是不是我该问你啊 这么大晚上的 你来这里做什么 没什么 老烟一句话就堵了回来 连敷衍都不像 将我的所有情绪 都闷在胸腔里 差点没有憋出内伤来呀 我想问他为什么 也想问他到底有什么目的 可是这一瞬间 我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只是干巴巴地问他 是不是不信任我们 我尽量往好的地方向 那就是老烟并没有骗我们 他做的一切 都有他的苦衷 所以我也不愿意 用质问的语气 可是老烟只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冷漠的 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情 没什么信不信任的 我的事情 不用你们都知道 说完他就要往回走 我一把拽住他 什么意思 长安 你这是做什么呀 我才是七零一的领队 我做什么 需要向你解释 老烟皱着眉头 将我的手打掉 你需要的 只是服从 我错愕地看向他 难以想象 这种话 是从他嘴里 说出来的 随即 老烟更加不耐烦地 播出了一句 不要自作聪明 长安 我看中的是 你背后的九龙纹身 以及四姑娘 对你的赏识 你不要多想 多想 我多想了什么 我苦笑了一声 我知道他的意思 在曾国木的时候 他的一系列行为 都让我以为 他要培养我 作为下一任领队 包括后来 他说 我是他的徒弟 都表明这一点 可是他现在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 这一切都是我想多了 我本来也没有想当什么 只觉得既然老烟给了我信任 我就要好好地去做 不管最后能不能达到要求 至少我不能辜负他 但是现在他却这么说 全盘否定了我所有的努力 我是为了守护国家宝藏 进的七零一 没有错 可是我之所以进来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老烟的人格魅力 我从这个年过半百的男人身上 找到了热血沸腾的感觉 我觉得他能够带我 找到更好的人生方向 可是 老烟 我嗓子发干 只喊出他的名字 便什么也讲不出来了 随后我苦笑着摇了摇头 转身往回走 是啊 我算什么呢 真论起来 我的资历非常短 进入七零一 还不到两年的时间 不过是仗着九龙纹身 被他看中 就真的觉得 自己能插手一切吗 我走了两步 最后又想起什么 回头对老烟说 不管你要做什么 如果是以牺牲队友做代价 我都会阻止你 说完 我再也不看老烟 牛头就大步地 往回走去 血液 鼓风 到了火堆旁 我只觉得浑身冰冷 即使灼热的火苗 也不能温暖我 我摸了摸眼睛 惊讶地发现 我似乎流了眼泪 我自嘲地笑了一声 用手狠狠一擦 然后便钻进睡袋 睡觉了 老烟过了好几分钟 才回来 估计是因为我走后 他和杨师傅 重新联系了 但是我一点也不想知道 他们的秘密 从这一刻起 我告诉自己 要小心老烟 他的心思深沉 为了完成任务 他不会在意任何人的命 是我太过天真了 想想在长野古国的时候 我们死了那么多人 也没有让老烟退去 从这一点看 任务在他眼中 肯定比人命重要 这一夜我也不知道 是怎么过的 总之等我眯着眼睛 快睡着的时候 天都已经亮了 我挣扎着钻出睡袋 就见老烟一脸 没是人的样子 在火堆旁边烤着干粮 还招呼牙仔他们吃 哎哟 老烟 这一大早的烤什么这么香啊 牙仔没心没肺地凑了过去 抓起老烟递给他的饼 就啃了起来 边啃还边赞不绝口地说 哎呀真不错啊 这饼子被你这么一烤就香脱了 老烟呵呵笑着说 也就你小子浑素不济 吃啥豆香 好养活得很 牙仔黑黑笑了一声 抓起饼子狼吞虎咽 看起来就像好几天没有吃饭一样 少安 你也来吃 老烟看向我 眼里带着一丝警告 显然是在告诉我 不能将昨晚的事情说出来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结果他递过来的饼子 什么也没说 就默默地吃了起来 他的警告实在是多余 我能说什么呢 就算说了又有什么用呢 先不论大家相不相信 就算他们信 现在告诉他们老烟有问题 也不是一件好事 此刻已经进入深山 这个时候内讧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情 只是我能理智地分析 却没有办法让自己释然 这根刺算彻底地扎进我心里了 走吧 那人跑得更远了 昆布三两下吃完早餐 拍了拍手 刘寒秋一脸的苦涩 老烟 这么追下去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再说你们能确定 那人真的是和九层浮童有关系吗 万一追到后来一场空 我们岂不是白跑了 我们原本也是要往更深处去的 老烟没有多说什么 只随口回了一句 却令我心头一跳 众人也知道 我们的目的地是在最深处 也不过是嘴上抱怨抱怨 该走还得走啊 所以一个一个麻利地收拾好包裹 有仔细地将留下的火星给踩灭 这才重新上路 好在雪已经停了 虽然后冲的雪 让我们的行动愈发的艰难 但好在誓言不会受到阻碍了 应该已经到九华山的中博了吧 老烟看着地图 指着远处的一座孤峰 说 到了这座山 也就到无人去了 我的地图也就到这里了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再往下走 接下来的路线 要靠自己去摸索了 我看着远处的孤峰 只觉得心里有些古怪 就像是这座山 不应该出现在这里一般 因为太突兀 突兀的只要被人看到 就会想到去研究一下的感觉 所以这座山 实在不应该在游客密集的九华山群山里 被保存得如此完好 这里世人即罕之 但在春夏世界 不至于没有人来 古往今来 最不缺的就是喜欢冒险的人 这么一座 让人有冒险欲望的山峰 怎么可能从来没有人踏足过呢 可不可能中 也有一个合理的地方 那就是这座山看起来很是邪乎 虽然我还没有走近 但就是觉得 这山给我的感觉很神人 或许这也是它能成为孤峰的原因 秋小姐嘴里叼着一根草 眉头微微皱着 说 今天应该走不到吧 老烟点了点头 嗯 往山抛丝马 看起来不远 走到那里 最起码要一天的路程 今天已经是过半了 肯定是到不了了 秋小姐呕了一声 有没有其他路啊 这种天气爬山 很容易摔死的 他的话虽然说得很不客气 但确实非常现实 雪天路滑 现在虽不觉得 但一上山 肯定会体现得非常的明显 老烟却摇了摇头 根据地图来看 这条路是最为合理的 我悄悄留了个心眼 总觉得不是因为地图 而是老烟 想让我们走这一条路 否则我们即使绕过这座山 花的时间 也不会比爬山要长 那为何 非要冒着生命危险去爬山呢 秋小姐替我问出了这个问题 可老烟也没给出解释 只说他也是根据地图来 万一绕过去 路不通的话 再返回来就更加麻烦了 我实在是没有忍住 还是问了出口 老烟 那山上是不是有什么 所有人都好奇地看向我 估计是不明白 我为什么会闻出这样的话来 刘寒秋他们 更是一脸的幸灾乐祸 仿佛看到我和老烟闹 对他们来说是天大的乐事 我可不想当着303的人 和老烟唱反调 可我实在是没有忍住 先不说山上是不是有什么 就说现在去爬山会非常的危险 但是老烟却不考虑这一点 这让我实在是很憋不住 老烟瞥了我一眼 我不知道他的眼神什么意思 只知道那眼神非常的深 仿佛要将我整个人砍透一般 我冷笑了一声 怎么了 我问的不对嘛 长安你怎么了 老烟都说了 这是地图上标的 山上有什么 他怎么知道啊 崖仔困惑地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老烟 我没理崖仔 就盯着老烟 等他给我一个回答 老烟突然笑了 长安呢 山上除了林子 还能有什么 你是不是像傻了 我被他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可是他装傻的本领强得很 这话一出 就连有点怀疑他的邱小姐 都哈哈大笑 说 长安你不用担心 这座山总算是秋陵的山 我压根不放在眼里 虽说有血 但也基本不会出事情 我无奈地看了一眼邱小姐 提出疑问的是她 现在消除疑问的也是她 真不知道她要做什么 那就走吧 我知道我无法拆穿老烟 所以只能破罐子破摔了 昆布依旧在前面坐先锋 原本他后面跟着303的人 然后老烟跟在303的后面 可再次上路之后 老烟却让牙仔和秋小姐上前 他则追在最后 边走边在我耳边 悄悄地说 长安 你可太天真了 我才是领队 我领了他们十几年 你觉得 他们会相信谁 赤裸裸的宣战一样的话语 让我浑身僵硬 我牛头看向他 不可置信地说 老烟 你 到底是为了什么 为什么 老烟呵呵一笑 七零妖 早逢七指大辱 无论如何 我也要报仇血恨 我猛然看向那座孤峰 不可思议地说 那 那威廉 在这座山上 第三百零八章 半夜 笛声 老烟没有回答我 只叮嘱我 不要管这件事情 毕竟我进入七零妖 时间短 对七零妖的感情 和他不同 不能理解他 也无所谓 只要我不要捣乱就成了 我拼命地忍着 忍到自己胸口都痛 射在压底声音说 你认为 我是在捣乱 老烟冷笑了一声 不然你是在做什么 我差点气得 直接挥拳砸在他那场 让我敬佩的脸上 我捏进了拳头 一字一句地说 老烟 我不管你为什么 为了七零妖的声誉也好 为了你个人声誉也罢 我绝不允许 你拿大家的生命开玩笑 没错 我进入七零妖之后 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 可是 能让我拼命的 也只有国宝 而不是你 说完 我也不想再理他 直接紧追几步 追上在我前面的牙仔 他正好奇地盯着我和老烟 看我上来 用胳膊肘捣了捣我 你和老烟怎么了 没什么 老顽固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好随意地开口 牙仔更为困惑了 小瘟却被我打断了 你别问了 没什么好说的 牙仔张了张嘴 扮上之后 才慢慢地说 你不要死心眼 老烟这个人吧 我跟着他这么多年了 他不是没有分寸的人 无论做什么事 都是有他的口粮的 听着牙仔对老烟 丝毫不怀疑的话语 我心中更加不痛快 我们都愿意 相信老烟 他要做什么 只要说一声 我们也愿意 拼了命地去做 可是 他还是选择了隐瞒 牙仔突然地问道 查安 你到底怎么了呀 我不明所以地 啊了一声 只见他伸着手指 从我眼睛晃着 说从我眼睛里 看到愤痕 我抬手捂住自己的眼睛 不敢相信地摇了摇头 随后苦笑地说 算了 我也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了 牙仔欲言又止 最后还是没有说什么 只是唉声叹气地 往前走去 气氛沉默起来 原本和303一起 出任务的气氛就不好 现在我和老烟 再又互相猜忌 这气氛简直要压死人呢 我努力地出了几口气 才让自己气稍微顺过来 就这么闷不吭声地 开始赶路了 老烟估算得不错 我们走到了天黑 脑袋上顶着探照灯 走到半夜 也才刚刚到山脚下 晚上上山明显是不明智的 更何况我们还奔波了一天 所以不用说 你到山脚下 所有人都瘫了 不管地上的雪 直接躺了下去 一个个脸上都浮现菜色 显然如果老烟还敢继续赶路 我们都要揭杆起义了 老烟抬头看了看孤风 眼里闪过一丝 我看不懂的光芒 半晌之后 蔡淡淡地说 长安 你守夜 什么 我狐疑地看着他 原本以为 我这样和他针锋相对 他应该是 把我排出在外在时 怎么会让我守夜呢 可是老烟没有开玩笑 已经开始分配了 他让我守下半夜 我冷笑了一声 没有发表意见 只裹上睡带休息 他这明显是在整我呀 在走了一天的情况之下 看似上半夜比较难受 但是只要下半夜 好好地休息 第二天精神就会恢复了 可是下半夜就不一样了 在极度疲累的情况之下 上半夜是休息不好的 等好不容易睡沉了 就得爬起来守夜 第二天又要接着赶路 可谓是非常的难受 但老烟丝毫没有考虑到我 就这么安排下去 随后便跑去搭帐篷了 我盯着老烟的背影 眼神晦暗不明 好半晌之后再躺了下去 心里琢磨着 他为何要这么安排 时间慢慢地过去 我听到众人的呼吸声 渐渐平稳 被老烟安排上半夜 首夜的昆布 似乎也没了声息 我慢慢地起身 捏手捏脚地 走到老烟的帐篷旁边 摸出他的包 伸手在里面翻了起来 有了 翻了半晌 我终于摸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连忙小心翼翼地拿出来 往怀里塞去 你在做什么 轻飘飘的声音钻入耳朵 我拿着东西的手一顿 有些尴尬的扭头 就看到老烟正不悦地盯着我 我干咳两声 没什么 只是想研究研究地图 看看有没有方法 能够避开这座故方 没错 我只是想要地图 当然目的不是为寻陆 而是试试 在地图上能找到什么 长安 不要忘了我说的话 老烟目光深沉地盯住 凉凉地开口说着 听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不妥 但是我就是听出了 他浓浓地危险的意味 当下心中不舒服起来 我喝了一声 说 老烟 看个地图 总不至于有问题吧 老烟一副不屑的样子 说 你要看 完全可以光明正大的看 长安 你什么时候 也做起了这种 寄明狗盗的事情啊 我被他气笑了 鸡鸣狗盗 老烟 在你说这句话的时候 先想想自己都做了一些什么 要不是你 我至于这么做吗 老烟压根不理会 我话语中的讽刺 直接让我将地图还给他 还说这地图 也看不出所以然 反正到了山脚 所有的一切 都要靠自己了 我冷笑着说 没错 我就是想 所有的一切都靠自己 而不是靠你 所以才拿地图的 从他说 地图直到这座孤峰的时候 我就起了疑心了 一般来说 如果是一份不够完善的地图 老烟肯定会先告诉我们的 不会临时这么说 所以 唯一的解释就是 他有预谋 就是说 知道这个地图不完备 但到了这个时候 我们也只能顺着 他的意思走下去 不可能半途而非了 因此 他压着地图的事情 一路没有说 而且从头到尾 也就只有他 看过地图而已 老烟从我手中 抽走地图 我甚至于都没有看清 他是怎么做到的 就感觉眼前一花 然后我手里地图 就不见了 老烟 我压低声音吼道 你是不是贴了心了 长安 你要记住自己的身份 老烟也低吼了一声 什么时候 我的决定轮到你之夜了 你要是怕死 这山你可以补上 趁早远路返回 不要给我找事 我怀疑地看了他一眼 随后拍了拍手 小只看我 老烟 这你就错了 我是不会走的 说完 我抱着睡袋 闪到火堆另外一遍 此刻夜已经深了 再过一会儿 昆布就该找我换班了 我也没必要再睡 老烟竟然没有在纠缠 我偷拿地图的事情 只再次警告我 不要让我多管闲事 就抱着睡袋睡了 而且入睡得极快 心中仿佛一点事情 都没有的样子 恨得我牙痒痒 就在我瞎琢磨的时候 昆布的声音 从身边传来 长安 你这就行了 我回头去看 只见他眼神一片清明 看起来不像是睡过的 顿时有点狐疑 他刚刚是不是醒的 可是 从他的表情 却什么也看不出来 我笑着回了一句 反正我自己也睡不着 索性就来换班 他倒也没有多问 直接就钻进帐篷里面了 所有人的呼吸声 都传了过来 在黑暗中 有股莫名的安稳 可是 我不知道 这些人的呼吸声中 有多少是心怀鬼胎的 刘汉秋就不说了 他要说不心怀鬼胎 那才是让人惊悚的事情 但我们这一边呢 老燕反常的举动 真的就我一个人 能看得出来吗 我可不信 我自认为 不是什么特别有天分的人 虽然四姑娘和老燕 对我都很赏识 但是我总觉得 这其中其实有一半 是九龙纹身 以及刘家后人的身份在 要说我的天分 也只是普普通通 所以我能看出来的问题 昆布 邱小姐他们 难道看不出来吗 甚至于邱小姐 让我除了自己之外 谁都不信 可是她表面上 却完全不动声色 就连老燕都不知道 除了我之外 还有一个正在怀疑她的人 我苦笑了一声 看来自己还是太嫩了呀 什么事情都藏不住 就在我自怨自意的时候 一阵乌叶的笛声 从背后传来 直接惊出我一身的冷汗 我猛然回头 就听到那阵弯转乌叶 仿佛在诉说着悲情的笛声 是从孤风上缓缓传来的 听起来像是离得很近 但又很缥缈 笛声仿佛在诉说着什么 时而清脆流畅 时而缓慢 仿佛随时都要断气一般 我全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不是因为这笛声太过凄凉 而是 到底谁大半夜的 在山上吹第一次呀 第309章 超墓碑 我快速地看了一眼老爷 就见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响了 眼神正盯着孤风 那样子似乎对着笛声 丝毫的不陌生 看他这个样子 我顿时惊了一下 他早就知道这孤风有情况 可是他却没有说 我快速而低沉地说了一句 老爷 到底想要做什么 说出来 大家都可以帮你 我说完之后 就见老爷似笑非笑地盯着我 长安 你不能总是以自己的揣测 来看待事物 说完 他直接将耳朵一堵 根本不再管 他还在飘扬的笛声 再次入睡了 我错愕地愣在原地 不知道该怎么做 半晌之后 我咬着牙站了起来 既然老烟不愿意说 那么我就自己去看 我不相信老烟 真的会致我们的生死与不顾 我捏手捏脚地收拾好自己的东西 趁着众人不注意 就开始往山里面摸去 这古怪的笛声 出现的时机太过巧妙 我无法放任不惯 半夜的山里温度极低 即使我裹着厚厚的军弹衣 还是忍不住地发冷 我搓了搓脸 有人揉耳朵 等不再颤抖 正在加快脚下步伐 劝着声音 一路往山上摸索 一进孤峰 我就打了个寒颤 不是因为气温太低 而是太过的烟散 即使是黑夜 我也感觉出来了 当我一踏入孤峰的时候 里外仿佛变成两个世界 外面再安静 也有一些动静 可是一进入 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连自己的呼吸声 仿佛都停滞了 而便只有那诡异的笛声 还在牵引着我 不好 我心中警惕大作 知道这种现象 肯定是有危险 但是我却硬着头皮 往前面走 危险没有关系 在我看来 如果我和老颜 这样一直闹下去 比明晃晃的危险 还要深人 因为我不清楚 什么时候 背后最为坚硬的后盾 就会变成刀子 捅进我的心脏 我宁愿自己 实打实地和危险碰面 也不愿意面对 这样的事情 我走了大约不到十米 路就没了 老颜说的没错 到了山里 所有路都得靠摸索 在一模一样的林子里 天上有没有星星的 进光之下 甚至连东南西北 都分不出来 只能靠感觉 好在现在 还有笛声 在耳边指引着我 此来一声 笛声突然尖锐起来 在黑夜中 波动我心一跳 尖锐之后 笛声就跟着变调了 我脸色也跟着变了 因为这笛声 不再是婉转哀鸣 像是奏着哀乐一般 那七晚的音调 听起来就非常的不详 我甚至感觉 这哀乐就是为我而奏的 看 什么鬼调子 我在心中咒骂了一句 也不过就是为了壮胆 说实话 我有点退缩了 可是一想到老颜 那阴阳怪气的样子 我就咬了咬牙 管他什么音调 求到娘子是死神 老子今天也闯定了 我打开了手枪的保险 调动身体每一根神经 高度警惕的周围动静 不过出了笛声 周围的一切都是死寂 仿佛在嘲笑我担心过度 我甚至不知道 在这样情况下 走了多久了 只知道身体越来越冷 无论我怎么活动 都热乎不起来 额头上出了被笛声 吓出的冷汗 什么都没有 通斩 笛声中夹杂着风声扑面而来 我心中一息 直到这是近了 忙加快了速度 周围的灌木 将我的军打一花猪 倒到口子 冷风顺着口子灌进去 动得我浑身麻木 可这些都挡不住 我临近笛声的喜悦 这笛声一定有猫腻 说不准就跟老爷为何这么反常 有关系 越来越近了 我深呼吸一口气 手心全都是汗 连手墙都快握不出来 旁边的树叶 轰轰作响 和听着笛声一起演奏出 不祥的哀乐 到了 我在心中莫喊 可下一秒 一股寒意 陡然出现在我心中 我条件反射 整个人弹出去 直接盘着 我最近的一棵树上 我立刻放了手 就雪地一滚 然后咚的一声 装在一棵树桩上 而我刚刚站的地方 一棵树 已经被拦腰砍断 碰的一声 倒在树里 见起了一地雪花 我大吼了一声 什么人 树的断面 明显是力气造成的 所以一定是有人在暗中搞鬼 可是什么样的力气 能够在这一瞬间 就砍断一棵 需要两人核爆的树 一想到刚刚 我要是没躲开 变成两截的 现在就是我了 我顿时吓得 连冷汗都冒不出来了 当然没有人回答 在这恐怖的一刻过去之后 林子里安静的 一点声音都没有 就连笛声也没了 随着那可怕的一刀 消失了 我深呼吸几口气 劫后余生的感觉 还没涌现出来 眼通便陡然酥了起来 刚刚我靠着的 根本就不是树桩 而是一块墓碑 寒意再次席卷全身 我不敢想象 这里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这些又是什么东西 只知道不对劲 那第一声是 故意引我来的 甚至于是老烟 故意推我来的 因为没有老烟那一眼 我不会冲动地上山 老烟 真的是要我死吗 我握紧了双手 不敢想象 老烟到底要做什么 如果刚刚不是我反应快 现在造成了一具尸体了 如果真的是老烟 他可真是一点情面 都没有留给我 我定了定神 将这股想法 从脑海中抹去 然后仔细打量着 这一块墓碑 什么人能在这工风上理配 或者说 笛圣引我过来 到底是为了什么 刚刚我其实也不能算 是完全看错了 因为这墓碑 就是一块木头 历经岁月之后 已经有些腐朽 但还是屹立不倒地 处在这里 甚至于上面的字迹 还是清晰的 可即使是清晰的 也没什么用 因为只有简单的两个字 幽灵 没错 就是这个幽灵 我甚至于希望 这上面写的是幽灵 我也不会像现在这么恐惧 因为我知道 这世上是本没有鬼的 即使我们做的事情 如此匪夷所思 但一般都能得到科学的解释 可是这幽灵 让我浑身还冒倒数 只觉得这林子中仿佛藏着很多 我看不见的眼睛 正在深处盯着我的一举一动 我摸索着墓碑 不明白 这里只埋的这个人 名为幽灵 还是指这颗林子 要是前者倒是好理解 可若是后者呢 谁嫌得没事做 竟然在这里 为一片林子 立背呀 第三百一时长 暖玉黑笛 笛声已经消失了 刚刚暗中要置我于死地的人 也莫名地一记失败之后 就直接放弃 我除了和这块墓碑面面相去 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就在这时 我突然感受到一抹亮光 心中正惊一不定 却发现这亮光实际上 是出现在我自己的身上 我找了半晌 才找到亮光的处处 是四姑娘留下来的 玉寒蝉 玉寒蝉还能发亮了 我掏出玉寒蝉的时候 脑子里什么也想不到 只有这么一句诡异的问号 玉寒蝉是从死人嘴里 抠出来的 虽说是粽子 但也不过是厉害一点的死人 我一直以为 这不过是一块能让尸身 没那么快腐烂的玉罢了 这会儿看到她一闪一闪的亮光 我才觉得这玩意儿 可能是有点我不知道的用处 那么四姑娘 故意将这东西留下来的用意 就值得琢磨了 玉寒蝉一闪一闪的 亮光不刺眼 但在黑眼中也非常的明显 如果有人从远处看来 估计也能看到 如萤火一般柔和的光芒 看起来非常的温暖 难以想象 这东西竟然是从粽子嘴里 抠出来的 我抚摸着玉寒蝉 这东西这会儿亮了 是什么意思呀 但凡和四姑娘 扯上关系的东西 我就不认为 她会出什么幺蛾子 这会儿亮了 肯定有什么东西 导致她发亮 那能是什么呢 我没有多想 就将目光放在眼前的墓碑上 此处只有一个墓碑 也没有进雷起的坟墓 难道是有什么东西 被埋在这底下吗 我握着玉寒蝉 盯着墓碑良久 最后在心中骂了一句 将玉寒蝉揣进口袋里面 从包里掏出个铲子 颅气袖子就开始沿着墓碑的后面 挖了下去 因为上面落了一层雪 我只能先将雪 铲到一边去 然后再挖下面的泥土 土已经被洞结实了 第一铲下去的时候 差点没折断我的手 我只好一点一点往下挖去 半晌也没见什么进展 但反正我也睡不着 就这么挖了一会儿 歇一会儿 折腾大半宿 天快亮的时候 终于挖出了一个 快一米的深坑 然后我的铲子就砰的一声 不知碰到什么东西 竟磕了一个非常大的口子 我咽了咽口水 顺着那块坚硬的地方 往两边轻轻挖去 没一会儿 一样尖尖的东西 就出现在我的眼前 看起来竟像是个锥子 埋得这么深 竟然就只是一个锥子吗 我忙蹲下深坑 将铲子放在一边 顺着锥子慢慢地用手挖着 现在土已经松了很多了 即使用手也能挖得起来 没一会儿 我便看到锥子的全貌了 这还真是一个锥子呀 无论是从大小 还是形状来看 也看不出有什么花样来 除了上面已经绣迹斑斑之外 我目瞪口呆看着 自己挖了半宿的东西 差点没骂娘啊 这到底是谁嫌的蛋疼 在这里给埋了一颗锥子 还搞了这么一个文艺的墓碑 想到墓碑上幽灵两个字 我就感觉恼人疼 感情这是让我惊一了半晌的名字 是说这么个东西啊 我狠狠地一脚踢在锥子上 嘴里骂骂咧咧的 不过因为是自己犯的啥 也只好自认倒霉了 可就在这时候 周围的一切都变了 随着我这一脚踢下去 那锥子仿佛因为经历风雨 就这么散成一堆废铁 而我挖了一米多深的坑 竟整个都在下陷 情急之中 我根本什么都拉不住 只好护着脑袋防备什么 下陷大约持续三四秒钟 就到头了 我随着一块土地 被整个丢进黑暗的地底下 我抬头望去 亮光从我挖的洞口照了起来 天亮了 我绷紧了神情 手将保险栓已经打开 就怕什么东西突然出现 可一切都很正常 什么都没有 就像是这块土地 突然塌陷了一样 可我却不傻呀 知道怎么看 都是不可能的事 这块地虽然没有表面的一层坚硬 可也不是说它就它 再说有它的这么平整的地方吗 我深呼吸一口气 让自己放松下来 随后轻轻地在四周泥土上敲了起来 我一毫一寸的泥土都不想放过 就这么如同一只土拨鼠般在捣鼓着 很快一阵空洞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我心中一喜 忙掏出匕首将传出回声的泥土包去 然后我便看到一样东西 一样我情理之中 有意料之外的东西 一根笛子 这是一根透亮的黑色笛子 除了吹奏的地方 有个暗花纹之外 铜体透黑 什么装饰都没有 看起来似乎很普通 但却透着一股诡异的邪气 这笛子也不长 大约只有我小臂的长短 这长度看起来像是一个女人用的 可看样子又像是个男人的物品 而我看到笛子的一瞬间就明白了 所谓的幽灵 指的其实就是这根笛子 与此同时 我脑海中产生一个诡异的想法 那就是昨天半夜里将我引来的笛声 就是从这根笛子里冒出来的 虽然我知道这个想法很荒诞 毕竟这笛子深埋地底 难不成是自己能发出声音们 可这个想法一出 我脑子里就再也放不下其他的事情 满脑子就这一件事情 仿佛只有这才是最为正确的答案 我盯着笛子两球 然后做出一个大胆的举动 那就是伸手将笛子取了下来 我几乎不敢呼吸 憋气憋得我肺都疼了 才发现这被我视为洪水猛兽的笛子 竟没有一点的异样 反而握在手中如暖玉一般 不 不是如同 这就是暖玉 一块通体透黑的暖玉 我惊叹地看着手里的笛子 别说通体透黑的暖玉了 就是普通暖玉 也值大价钱 玉本就金贵 暖玉更是少钱 从古至今 但凡暖玉都是有权有势之人的玩物 普通人根本就没有拥有的权利 哪怕走了狗屎运一样 得到一块暖玉 不是提心吊胆地藏着 就是诚惶诚恐地进宫了 而这被作成笛子的暖玉 简直就是鬼斧神功的工艺品 虽然购不上国宝的级品 但也至少是一级文物了 本以为大半夜白干了 没想到 竟还有这么个收获 实在是让我喜不自生 我小心翼翼将笛子塞到怀里 然后徒手往上爬 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太想老爷那群人知道 我得了这么个笛子 当然我也不是想要私吞 只是现在情况不明 总觉得让他们知道 会无故地生出许多是非来 因为这里土都相对坚硬 爬上去虽然费力 却很顺利 上去之后 我将挖出的土重新填埋 用一些倒下的怪木作为遮掩 只要不走近 应该也看不出来 这里有什么猫腻 随后我拍了拍自己身上的泥土 确定没什么问题之后 这才按着原路往回跑